哎呦 糟糟的捏 接近它一公尺 不用接近它一公尺 我就知道這台車改色 我還可以告訴你 還怎麼顏色改成白色的 我先跟你講它是紅色改的 有沒有 紅色改的 它這輪胎也好醜喔 你看這旁邊都已經 就看起來都氧化了 已經髒到看不出幾年了你知道嗎 不過15年的啦 看到了輪胎也都要換了 整台烤漆都糟掉了 你看這爛的漆你看 你看它噴有多薄 但你看這邊就知道它噴的漆有多薄 它比貼膜的膜還薄你知道嗎 有沒有 超薄 依照你多年的經驗 這個方向盤大概跑幾公里 幾年 你來幾年 一年啊 好看啊 依照你一年的經驗 你覺得要跑幾公里 那你再看一下這個排檔桿 你覺得要跑幾公里 應該差不多10出頭吧 我猜啦 那依照這個手煞車 你覺得要跑幾公里 再來依照這個門板的這個 吊漆你覺得要跑幾公里 好 發動了 引擎腳好麻 46809公里 4萬 亮晴燈 這車跑4萬多你相信嗎 超虛的 欸 怎樣 真的4萬喔 喔 真的咧 沒有紅字吼 對啊 它怎麼這樣 唉 我看這回來吼 要整理要花一筆 蠻大的錢 你看吼它這個 引擎腳都氧化了你看 有沒有 這都氧化了 然後你看這燈 扒膏扒到這樣吼 夭壽啊 好 這一集 阿呆我就照你的價錢下去估 請出價 好啦 15到18啦 這個已估了 18萬 好啦 今天這個來去找阿呆 第一次買車就中槍 出來總是要繳一下學費對不對 很多觀眾朋友說我在買什麼梗 現在今天就讓你們知道 阿呆 好啦 恭喜你阿 恭喜你阿 第一次買車就中槍 網友很聰明耶 他說小師你拿到你買的時候 你都看不出來 這台車可能跑4萬多嗎 好 這次回來之後我去查了 喔 這個紀錄 我跟你講這要透過很多的關係阿 不是很好查 我們首先吼 我查到它在20113年年底的時候 在某拍賣場有上去拍賣的紀錄 那時候拍賣出去的里程式9萬多種 什麼處理 翻新是不是 又有東西拍 還是剪導彎挖吧 好不好 那我們就徹頭徹尾 都把它好好的討論一下 做一個整理 好啦 就是這台 奇怪的馬三 我要來找巨哥 巨哥 喂 馬三 馬三怎麼了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等一下我就知道 這樣很恐怖耶 這台怎麼了 要整理 要看哪裡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先試車嗎 先試車就對了 好 先試車 很好阿 冷氣很冷阿 冷氣很冷 亮眼睛燈阿 這車有點屌的阿 這台里程是不準的啦 重點是開起來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是這台車 本來就這樣子吧 這台幾cc阿 是2000個吧 感覺油門輕輕踩一下就衝了 就力道比較猛一點 所以這台實際的里程數到底多大 最後一次紀錄是9萬多阿 這樣算抖嗎 當然算阿 引擎腳 尤其是剛倒車的時候更明顯 引擎腳真的是問題比較大阿 有沒有 整台車都在抖 重點不錯喔 不就適合現代人 有沒有 氣血循環機都不用買 氣血循環機 呵呵呵 不覺得他打得倒檔會也會頓一下 頓一下要看變速箱油阿 變速箱油老的話反應也不會那麼好 而且他眼睛腳都爛光了 頓一下也算正常 這台開起來不像2000的 有阿 右後有聲音阿 有阿 右後有聲音 有沒有聽到後面的聲音 噗噗噗噗噗 油門是LIA CHAP 希望不要動到避震器 除非拉漏油 噗噗噗噗噗噗噗 問題不會太多啦 沒什麼大問題啊 這引擎燈等一下要看一下 可是你有沒有聽到 這輪噪聲比較大聲 綸噪聲比較大聲 就是這個牌子的輪胎的特性 就是那個難插輪胎有沒有 那個牌子的輪胎 用了大概一萬公里之後 輪噪聲就會很明顯 它聽起來就很像軸籌的聲音 結果它抖成這樣子 感覺N檔都有一點 有沒有感覺 尤喊我剛有打過,倒檔最硬通 對啊,R檔每一台車,新車也是,R檔的共振都會最大 這台車只有三隻腳,應該是三隻腳都要換 因為你打R檔,R檔引擎是這樣子動 所以它下面那隻腳也壞 你剛好聽到,剛我打R檔的時候,有一個隻腳在扯 那通常是這一隻下面的腳 你注意聽喔,跟你聽橡膠在扯的聲音 怎麼覺得有越來越陡的跡象 引頂腳就已經壞了,越開它就是越扯的越大力啊 我沒踩一下油門,引頂腳就會扯一下 好,我在這邊插電腦 先來看它有什麼故障喔 一買回來就亮燈嗎? 對啊 來,混合比控制過濃 有沒有,第一排激剛主 這是第一個故障,第二個故障 一樣是燃油修正混合系統過激 那就要看一下它的火車頭 可以用白花紋幫我解釋一下嗎 什麼意思 我聽到沒有 好,我們一條一條來看 好,混合比控制過濃啊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呢 油噴太多 過激就是油噴太少 噴太多就是要耗油嘛 沒燥啊 然後容易積碳啊 就是過濃 這個燃油修正混合比過濃 有沒有,因為它要修正 它要一直修 它一樣都是在第一組氣缸 所以就是等一下要看 看是什麼問題 電腦只能告訴你大概而已 實際上還是要看車子 第一排氣缸組 跟第一組氣缸 所以都是發生在第一組 你看排氣溫度 400多度 沒有,這一台有輕過故障碼 輕過故障碼 你看 故障碼清除後行駛旅程 64公里 但是有量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營車 營車是有什麼東西要用的 它的里程數這樣子 連水棒浦也要換 好吧,我們下車看吧 2000cc的耶 可是開起來沒什麼力 營車腳真的是都過完了 氣氣法沒有破 太棒了 這個就是我說的控制法 火車頭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 可能看的我們先看一看 煞車皮 夠厚 好啦,再來就是看底下 要頂起來看 頂起來看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評估 這條要弄了什麼東西 我們先來看昨天那個聲音 後面那個聲音 昨天那個聲音呢 我早上有先頂起來看 你看 它的已經掛了 左邊的是嗎 兩個都很瘦 正常是緊的 然後你看啊 它這個換過可調的 它可以調 然後可以調輪胎往外傾 往內傾 就是靠這個 它換過可調的 不然通常這一隻也會有聲音 那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看啊 這個沒有肉油 都沒有肉 都乾乾的 有沒有 對啊,都乾的 我們來看這邊 這邊也是 這邊也沒有肉油 有沒有 防塵套還在上面 前面也都是沒有肉油 你可以從這邊拍 這裡 你看 這邊沒有油流下來 有沒有 正常都會有油流下來 這邊也是都乾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啊 它的傳動軸 來 你看這邊 好的 有沒有都有 有沒有 外面 這裡 有沒有 都好的 這一邊 外面 有都好好的 裡面在這 有沒有 傳動軸都好的 我們昨天還有講到什麼 引頂腳 然後還有那個火車頭嘛 保養換水 水棒譜也有了 然後空氣心冷氣心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材料在那邊 你要不要看一下 這個是它下面的引擎腳 都是正常的 有沒有 這是變速箱那一顆引擎腳 這一顆就是引擎 有沒有 看得到的 比較上面的那一顆 對對對 右手邊那一顆引擎腳 它這台車就三顆 那這個呢 就是 Dia Chap 有沒有 這個呢我就沒有叫原廠的 這個就用鳥排的 壽命比較好 也比較耐用一點 兩隻 那這個呢 就是水棒 這就是它有火車頭 就長這樣 然後 就是這樣 那空氣心冷氣心 基本上 早上拆起來都是髒的 都很髒的就對了 我等一下拆起來給你看 因為這台冷氣心啊 很難換 通常不會有人換 這個就是它的空氣心 空氣心就是給引擎 引擎吸的空氣 就是從這邊吸 你看 夠不夠精彩 它這個就是換掉了 冷氣心呢 來 我告訴你 要把這個板子全部拆掉 它就在這 它在這個蓋子裡面 這個蓋子要拆 沒什麼人性的設計 你不像一般的拆手炮箱 那個很快 它像這個 空間又小 然後其實真的不好拆 好髒喔 天啊 絕對沒有換過 還是馬自達原廠 通常沒有人換過 有沒有你看這個多髒 這都從新車到現在 你要不要看一下新的 新的就是這樣 有沒有 乾淨很多 最麻煩的就是裝這個 我們剛剛看的空氣心對不對 你看它的節氣門多張 有沒有看到這一層 黑色的 整層 有沒有 上面也是 上下都是 我們先把後面的利亞槍換一換吧 比較簡單的 這整個都鬆的 這樣就有聲音 有聲音了 有沒有 這個聲音比較小 可是這邊 比較卡嗎 對 它有一個角度是卡的 反正都要換新的 你可以看這個 有沒有 正常要是這樣 有沒有 要粗點力轉 這個也是 我們把它沖上去吧 這東西 它的主要的功用是什麼 應該看主要的功用啊 它就是 因為它這個 後面平衡桿 平衡桿就是 車子在行駛的時候 我們遇到凹凸不平的路面的時候 你看我們這邊 假設上去對不對 這邊上去 這邊是不是會上去 一邊上去一邊就是下來 所以它連接的這一根桿子呢 就是可以 抑制它側傾 有沒有 假設這邊上去 它這邊下來的時候 用這一根 防傾桿 去連接這個Liacham Liacham是連接的 部件 然後去抑制它的側傾 不要這麼傾 不要這麼大 所以Liacham只是一個 連接的東西而已 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後面的部分就好了 這樣後面就沒有異音了 我們現在要先換 我們來換下引擎腳吧 對喔 下面那隻先換 剩下的我們都在上面工作 好 換掉換掉 你想要試一下嗎 看一下差別嗎 差別 你要用手試才試得出來 你就是 翻這個 用按著 對 然後你再按這個 一樣的角度 新的是比較硬 對啊 所以才撐得住啊 其實下面這隻蠻好換的 下面這隻很好換 難換的是 變速箱那一隻 要拆一堆東西 對 但是麻煩的其實都不是這個 麻煩的是最後一步 裝好之後要調整 有的裝一裝啊 其實還是會麻 那就是漏了一個步驟 就是要讓它鎖引擎腳有沒有 到定位 才可以再鎖緊 發動完 入檔 錄一錄 對個檔位都錄一錄 錄完之後 再放到P檔或N檔 才可以鎖緊 很像這一隻 我們就先不能鎖緊 就是記著 那這一隻就是這樣放著 先彈著 好 牙有進 就先這樣 那等到時候 三隻引擎腳都換完對不對 然後我們錄檔 錄檔錄一錄之後 還可以鎖緊鎖緊 這樣才算完成 這樣子到時候 你發動就知道了 就不會麻了 那現在我就換上面的 那我們就用縮石吧 它放什麼水 水箱水啊 我們剛剛把水放不換完了 裡面還有一些殘餘的水 先把它放乾淨 然後等一下再洗一次 然後宅人家新的水晶 有分水了 原本都粉紅色的 都被我弄到變白色的 把裡面先清乾淨 所以等一下要露出來 要再清一次 等一下要再發一次 再發的目的 第一個 把裡面的水再洗乾淨 再來第二個 看水放浦有沒有漏 確定都沒漏之後呢 再去加水箱精 然後再最後這樣子 這樣才會完整 那你剛剛說 又發現了什麼問題 剛剛發現了 舵輪 很差 它的調整舵輪的舵輪 就是它的培鈴有答應了 在這 錄得到嗎 應該錄得到 有啦 有雜音 對啊 所以這個拆下來才會知道 對啊 這拆下來 試比較準 這個就有雜音 就把它換掉 換成金屬的 比較強壯 不然像這個塑膠的有沒有 這個尺是塑膠的喔 有了 久了它會整個脆掉啊 然後皮帶就會嘎在一起 就會斷掉 這樣再處理就比較麻煩 有發現就趕快處理 它這個換金屬的 也比較耐用 我們去試啊 去試試看有沒有異音啊 可以試車了 再開起來可以了 走吧 走吧 哇嚕 是不是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囉 有差好了 都換了還沒差 還沒差就白換了 差太多了吧 這才是正常的一台車啊 我們是要讓車正常 怎麼樣舒服很多吧 很多舒服很多 現在不會走了 太穩了 那個節氣門清完真的差很多 就整個拆起來的感覺吧 對啊 就順是不是 順很多啊 你說你有移過車嗎 對啊 等一下換你開 開開看感覺差多少 一天的時間 改變看多大 因為它現在連震動都沒有 對啊差很多啊 之前連腳都在震耶 對啊 現在感覺沒感覺 對 就除了輪胎真的 聲音比較大 聲音比較大 喔 哇 讓你試一下 讓你試一下感受一下啊 走吧 也比較順耶 解氣門我都清了 它解氣門這麼髒 所以我昨天說 它開起來有點 有時候會衝衝的 對啊 就是跟那個油關係 對 跟結氣門有關係 跟結氣門有關係 因為它不順 對 你不覺得這樣踩起來 才像2000的嗎 那天開起來怪怪的 就是它會衝 但是好像又衝不快的感覺 對 就沒有延續 然後沒有延續 對 現在的油門反應就好很多 然後震動 沒什麼震動 完全沒震動 你等一下錄R檔 試試看 因為通常R比較 因為R檔震動是比較大的 對 可以試 可以試 沒感覺耶 就是沒感覺 完全沒感覺 對啊 所以這台車本質是好的 本質不錯啊 只是被調過錶而已 只是調過錶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車況基本上就是 你看嘛 我們引頂調換掉 結氣門清完 所以先弄一弄 所以理程數只是一個參考 只是有沒有 去顧這台車有沒有 就會差很多 好啦 試完了 試一下感想啊 不論不錯啊 弄一弄還是一台不錯的車吧 對 非常好 這樣試完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冷氣又夠冷 對啊 理表蠻漂亮的 PuffDの最專業的 Spray管製品 Ultra-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耶 今天要發包了 今天要發包了 喔 叫了什麼東西 前包桿 這是後包桿 前後包桿把它換掉 還有這個 開箱最開心的 喔你看 帥嗎 大丁 它原廠就是HID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怎麼改都沒關係 都是HID的 夭壽啊 叫這座 光條的耶 這座絕對不可能燒的 換下去 啊對啊 這改什麼車的 珍珠白 珍珠白 Lasus原廠珍珠白 用一個珍珠馬山的 這錢包桿 這支我認識 泰式的 你看喔 有這裡你看得出來 泰國馬山的大廚的 你看那廚這麼大 夭壽啊 這座你把它開下去 這泰式的耶 我來檢查一下 看這個車子 還要再開什麼 我們現在外表已經搞定了嘛 冷天搞七 不過欸 蠻意外 它這椅子這麼快就沒辦法 對啊 等一下我先看椅子 椅子算可以 還蠻挺的 只算挺 雖然我們中間里程數差了 不知道幾萬 六萬嘛 可是它這個椅子是真的還 我之前這每台都 都這樣 啪啪這樣 對就讓它留著就好 好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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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個啊 有沒有這個都沒噴好 你看這支也看了它 所以剛好換掉了 有沒有這邊也裂開了 這隻真的等多少都沒什麼在看 這個好像還好啊 對其他都還好 好啦就這樣處理下去了 好不好 皮質 皮革跟椅子 應該意外的應該可以省一點錢 我們就把它車子整體漂亮 喔 檢查一下內外 然後就有療癒的改車影片可以看 小改一下 小改一下 小改移情 大概怎樣 請家盪財 哈哈哈哈 好 好 發包了發發了 好 好 就處理了 好 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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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負 شIKE 好 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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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Experience 好 que 缸 好 好 而且 浗 我 好 好的 他 所以這個放在下方也不行 所以它有只能在那邊 還會冷氣的好不好 這個辨識度應該算很高了吧 對阿呆這個Mark到時候要貼回去 我記得驗車要有Mark 你沒有Mark你也不能驗車啊 它可以貼英文的嗎 貼英文 就是碼字打 欸那很屌欸 欸可以啊 你這邊可以貼一個碼字打 對啊 貼個英文字也是蠻屌的好不好 然後大燈我們也改了 這是光圈的 到時候你們片尾欣賞一下 輪圈我記得它原本就換了 胎皮是新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鋁圈再稍微的做一個噴漆 就還不錯了 那本來隔熱紙的狀況就不錯 我記得隔熱紙我們就沒花了對不對 我覺得後面就漂亮很多了 下面還有這個夏老流 這現在最流行的 還有這個 這叫什麼 鈦合金 鈦金屬陸客 尾管 雙粗尾管 影片沒拍到對不對 對沒拍到 檔案跑去哪裡了 哈哈哈哈 啊你知道 吃的錢花了都沒有記錄啦 啊最貴的在這邊 最貴的除了烤漆 大包以外 這個其中一樣最貴的地方在這個 中控台 上次不是拍的時候這很噁心 有沒有記得 連連的嘛 現在都弄好了 這很貴 這有幾個萬 中控台就好幾萬了 還有另外一個花比較多錢 是在基建上面 那時候我覺得比較正嘛 對不對 我們也把它大保養做好了 欸為什麼觸媒 它缺頭段觸媒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喔欸那很貴的 那一支觸媒你知道多少嗎 八千幾塊 觸媒超貴的 那個外面有人專門在幹觸媒 你知道嗎 那怎麼幹 貨車啊貨車出門就好幹 撞到車底 啪啪啪啪啪啪 現在還有電動的 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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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爆走了 好幾千 真的啦 那裡面有貴金屬 貴貴的金屬 呵呵呵呵 好不好 然後 欸尾燈咧 尾燈我們有換嗎 我們換新的 原廠的 喔這個是原廠型的尾燈 那時候要換現一點 大家說不要 說太泡了 原找不到好看的啊 可是你Focus也改的蠻泡的啊 呵呵呵呵 裡面還有 七彩泥紅燈對不對 這個整個清潔做好了 欸講完了咧 我們還有花什麼 我覺得花在機件 啊 底盤的東西也都換了啦 上面防晴桿 連桿拉桿 立壓嗆 避震器 前後四肢全部都換掉 避震器本來是 你跟巨哥去試了嘛 對啊 覺得沒有聲音啦 也沒有漏油 對 可是後來我想說 底盤換那麼多東西 乾脆一次四肢都給它處理掉了 看起來舊舊的啦 就是 褲子都脫了 就 幹到底這樣 呵呵呵呵呵 那沒有拍到是不是 沒有拍到 好啦反正那是新的 欸好給你拍補拍 有沒有 避震器新的給你補拍 好你自己拍新的吧 沒有糊爛的啦 那是新的啦 有點髒啦 阿伯的話最近都要下雨啦 好這樣燙不朗湯 再花幾萬啊 再十幾萬啊 真假的啦 欸真的耶 儀錶板就兩萬五了 烤七就三萬三四萬了 絕對破十萬的 喔應該有 什麼他的文 講兩樣就六萬五了 還有四支避震器呢 對啊 排氣管就兩萬了耶 就八萬五了耶 這家避震器就超過十萬了好不好 好啦這個我們回來又再一次超過十萬的一台馬站 那我們出去把它繞一圈好不好 看整理完 開起來怎麼樣好不好 好走出發 好走 大家好開吧 這樣馬站兩千 哎唷快撥耶 兩千的 快撥的耶 其實兩千的在這個年紀來講的話 跟一千六其實價格已經差不多了 二手車價 要買一千六不如買兩千的 啊有人想省稅金喔 可是它一千六開起來真的很美麗 所以我覺得價錢差不多應該要買兩千 一年差五千塊的稅金 哎 還蠻好開的耶 有沒有還蠻順的 已經沒有上次那個震動的感覺了 你看整個方向盤 哇好穩 哎這個我們整理完了 不知道多少錢 我們上次買多少錢 好像快二十萬 二十萬左右 十八 啊媽的你 你 你 我說十五 你說十八 不然很好吃耶 共犯 不過你看喔 它其實它過坑洞那種不太有什麼 多餘的聲響 好 所以其實 紮實度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做中控台儀表版的廠商 其實還蠻認真 你知道最怕拆這個就是拆到最後回來 鬆鬆散散 中控台垃圾房那個聲音一大堆 最怕就這個 欸這快撥桿五號 撥桃啊 啊五號五號五號 啊不好意思 I'm sorry I'm sorry 它盪在這裡啦 這個是聲啦 我在 欸 聲不上去喔 五檔緊繃了啦 喔 抱歉 抱歉 搞錯了 盪在這裡啦 設計跟人家不太一樣 欸這款聲音其實不錯耶 就是不會過分的大聲 但是在我把轉速提升的時候 你就可以稍微聽到那個罐子的聲音 我覺得還不錯 我剛剛以為只有維士館 有啦 整個維士館 開了兩班 應該要維士館 我有在拚啊 不過我們就成功的又救起一台車 盡量救 體質還OK 你看現在代數 剛剛買完全不夠沒感覺 對啊 觀眾不相信 沒感覺 沒感覺了 那天換好我就快過了 對不對 你看一台車外觀 我不知道改賬 觀眾朋友買不買賬 我們這個應該算小改造而已啦 對不對 這比起我們其他的改造的車子 還算小改 那希望這個小小改的觀眾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看你覺得這個改的如何 能不能接受 好不好 那我相信一定有可以接受的 一定有不能接受的 都歡迎好不好 反正你有沒有要買 隨便你怎麼講 過年前後比較忙 所以這一台 有些片段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就讓你們直接看成果了 好不好 之後我們再慢慢 收集更多的 這個改造的影片 因為其實本來一直覺得 改造一直賠錢 一直不想拍 可是覺得到最後 我覺得改造車其實蠻好玩的 好玩啊 只是很燒錢而已啊 你有感覺嗎 我是蠻有感覺的 這一代馬三的時候 就差不多開始慢慢跟福特分家了 走出跟福特不一樣的道路 我是覺得馬三的整個線條啊 比較優雅 然後質感慢慢的從這一代開始 開始一直慢慢提升 還有那個從以前喔 它一代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它的 馬自達的一個元素 就是它車內的燈光 都是用紅色的 包含這個按鍵的燈光 覺得非常有戰鬥氣息 晚上開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很像在開一台這個 飛機一樣 所以我對馬自達其實一直 如果你們有看到影片 其實覺得我對馬自達應該算 覺得還不錯的 真的啦 欸 隧道 又講女人了對不對 你一個女的 只要身材外觀 把自己弄得乾乾淨淨的 有一點點氣質感 基本上就OK了嘛 對不對 你至少你不買單 阿呆會買單啊 阿呆喜歡有氣質的嘛 對不對 嗯 我跟你講 最好是 你會去問一個人說 你喜歡有氣質的嗎 對不對 他會說不會喔 我喜歡沒氣質的 蛤 有這種人嗎 搞不好有啊 誰會跟你講說沒有 我喜歡鋪馬 應該沒有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60分以上了嘛 不過我覺得一台車 白白素素其實真的 一白遮三重 我們今天大部分花的錢 除了在外觀以外 在底盤引擎基建我覺得很重要 至少 不要夠充吧 對不對 要不然小隻改一台車 飄飄亮亮的 速速的就買回去車 一直畫底盤的聲音 引擎一直亮燈 對不對 換檔會撥過去 把它不是很繞 好啦 今天這個簡單的馬3 這個試車 欸我還真的不知道 這個要試什麼 我不知道它試什麼 它就底盤都沒聲音啊 然後引擎也很順啊 然後震動也很小啊 然後還要選什麼 風切聲 喔風切聲啊 如果開這種車的音響都看大聲 應該是OK啊 像阿呆就會看大聲 阿呆是屬於那種 悲觀體質 就一上車開始要弄很多東西啊 手機連線啊 先選歌單啊 測速道啊 想一下欸今天這個心情怎樣啊 選個歌單啊 然後弄一弄弄弄弄 差不多弄到5到10分鐘才會處罰 對不對 對 我會想說我今天要開快的 還是要開慢的 要聽什麼歌 看粗粗你看 呵呵呵呵呵呵 非觀體質 所以開這種車 音響都看很大聲 所以隔音應該OK啦 對不對 阿這開的都 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 砰砰 哇 好啦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沒訂閱怎樣 都爆牙 他現在沒爆牙 你忽然叫他爆牙 不是很奇怪嗎 哈哈哈哈 你跌倒啊 他在哼心點的時候 生小孩都爆牙 哈哈哈哈 好啦下次見 掰掰 你救蠻麻煩 還沒跳 你像我以前孤車有沒有 翻開那個後車廂備胎座 裡面有一包塑膠袋 裡面都什麼你知道嗎 秘密武器 棒狀的啊 彈狀的啊 皮手環 中間有鍊子的啊 腰筋的尾巴啊 貓的尾巴啊 已經玩得不知道要玩什麼 你知道嗎 問他就都跟女朋友 都住家裡啊 所以只好都去汽車旅館 玩到不知道玩什麼 花樣越來越多啊 再來就看哪些這個汽車旅館 有一些比較奇怪的配備啊 裡面有騎行怪裝的椅子的啊 還有四面八方都靜子的 你知道嗎 哦 我知道 連屋頂都靜子的啊 有那種可以吊在半空中 空中瑜伽那種啊 新鮮的啊 那種啊 拼得不知道要拼什麼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慢慢有那種感覺了 已經不知道耍什麼花招了 PuffDの最もprofessionalな スプレー缶製品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ジ Ultra Dash Z3 2 2 3 5 6 6